哈喽,今天我们来做香煎鱼 就是这个可以快速完成的素餐 首先呢,我们放一块黄油在锅里面 如果你追求健康的话,你可以放橄榄油 但是如果你想要香的话,那放黄油 油少量就行了 只是我喜欢油多一点的,因为这样香 在黄油差不多容量的时候,将鱼放进锅里 哈喽,我们又见面了 在我们等鱼熟的过程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鱼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网上有很多关于鱼功效的描写 比如说,鱼可以活血啊 然后呢,镖可以补血止血啊 鱼骨可以止脚气啊 鱼一线里面还有大量的胰岛素啊 鱼的肝脏可以提取鱼肝油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都是真的 不过具体有多真呢 这个不同的资料写的数据都不太一样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鱼呢,就是肉质鲜美 而且经济价值高 诸实对于我这个不怎么红的小频道来说 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啊 好的 首先呢,鱼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大洋 原产于北欧至加拿大及美国东部的北大西洋寒冷水域 目前主要出产国是冰岛 加拿大,俄罗斯,挪威及日本的北海道 在中国,鱼主要来自于渤海,黄海,以及海北部啊 嗯,反正,鱼场主要是在黄海北部,山东高角东南偏东和那个海洋南部及东南海区 鱼它是冷水性的中下成鱼 不过鲸鱼就是一个美食频道 我们还是主要来讲讲它的营养价值 嗯,鱼它那个肉质啊 算是白气鲜嫩 后食刺少 而且肉味甘甜 当然条件是你要做得好 不然它会有 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腥味 稍微煎一下 它基本上就可以轻口不腻 而且是许多国家主要食用鱼类 鱼还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嗯,这个是科学确定的了 有蛋白质啊 什么维生素A 呃,维生素D 钙,鎂 还有一个叫做 我想想 我记得还有一个元素 容我回忆一下 啊,C 就是食字旁加一个C边的C 嗯,等营养元素 而且 血鱼的蛋白含量 比三文鱼,鲫鱼,鲉鱼和带鱼都高 而且脂肪含量还比 带鱼要低大概 七倍 比三文鱼要低大概 嗯,好像是七倍左右 而且它的鱼质里面含有球蛋白 嗯,白蛋白等 它含有儿童发育所必须的氨基酸 呃,以及其比值和额铜需求量都非常相近 最主要的是它十分容易被别人吸收 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食物 对吧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经常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加工来提取它的营养 而且它的经济价值还有很多用处 比如说做鱼粉啊 从鱼皮里面提取胶原蛋白啊 生产水解蛋白啊 鱼油体质啊 鱼骨加工啊 总结就是方法多多 而且营养丰富 是非常美味的一种食物之一 所以让我们现在回到厨房现场 一起看看接下来的制作过程吧 现在是在用小火将煎 每一面煎两分钟 用小火去擦它 就煎焦 煎好以后撒点胡椒撒点甜 至于加多少 根据各人口味 哒哒 雪鱼做完了 作为喵心人 雪鱼可是我的最爱 喵 喜欢的朋友记住点赞哦 毕竟这雪鱼不便宜啊 各位观众老爷 可一定要订阅支持一下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美食节目中 加入VTuber之声啊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请各位观众老爷 如果有意见的话 一定要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好好改正 OK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哦 拜拜